看起來看 時間到回24號清晨4點多 一名男子騎車經過小巷弄 抬頭一看發現 一樓住家外亮著貼身衣物 騎士起了色心 一個回轉靠邊停 下車還先回頭看 確定四下無人 接著把衣架上的內褲 一口氣拔了下來 塞進自己的褲子裡面 你還變成 我穿在衣服裡面 不僅了 這人透內衣 整個過程全被拍了下來 警方以車追人 短短一天就逮到小偷 這才發現 69年次的江信嫌犯 犯案已經不是第一次 過去曾經當過廚師 有竊道前科 雙北地區都有他的犯案記錄 當時就是我媽出來看 收衣服 然後發現自己的內衣褲 就是不見了 然後到 我們就調監視器 然後出來看 然後就報警 三件 就內褲而已 因為我們東西 不是被偷過太多 是不只那個常常被偷 或許就是看準小巷弄 凌晨作案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才會選擇在這裡偷內衣 但為了安全起見 住戶早就加裝監視器 紀錄下犯案過程 讓偷內衣賊無所遁形 前科紀錄再添一筆 借宋君 蕭惟山 新北市報導 中天電視 全新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 小巷弄 快點 快點 快點